去到ITW的尾聲 我們整個ITW用成十天 今天已經是第九天 明天是最後一天 這個環境很優美 有一個大的平台 讓大家出來休息一下 有無限的美麗咖啡供應 食堂有骨子 我們很多謝其中一個候選人 Rion提供了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很開心 ITW有很多同學 當然他們有很多人 發覺自己原來有些地方還要修煉 也有些人得到肯定 還有重新去 再一次把自己的技巧 提煉和進步 這就是我們ITW的用意 我們ITW其實是想訓練一些 課程總監和教練訓練官 過程裏面 就不代表你加了費用 你一定會過得到的 沒有這件事 當然 我們SDI的教練訓練官 將來是可以有更高的發展 例如在TDI技術潛水方面 這方面會有更多發展 或者是在公共安全潛水 ERDI 甚至乎 我就不可以了 可能你 年輕一點 身形好一點 又對自由潛水很有興趣 其實你可能已經擁有一個 小小的 給別人優勝的地方 天賦 可能你會有天賦 不過聽我說的 那些因素 都是一些幫到手的因素 你可以參加我們的PFI 自由潛水教練 各樣整體來說 其實想告訴大家 我們SDI的訓練官課程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考慮去參加 大家的試圖 亦都可以更進一步 你想做高領導 其實最起初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來外潛水 來玩潛水 然後在這一行發展 如果你想有再進一步的發展 其實很鼓勵大家去參加ITW的訓練 OK 教練訓練官發展課程 工作坊 有興趣來找我們 談談 拜拜